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亦兼任专栏作家和电台主持 岑老师爱荷液经有液学专家之称 近年来世界各地都面对着各式各样的新常态 到底岑老师可以如何在液经里面看出香港未来的变数呢? 大家敬请期待 在讲了开始之前 提提大家如果还未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可以立即行动 我们都欢迎大家随时在live chat 留下问题 而现场观众也可以将问题指交给工作人员 稍后岑老师会在问答环节里面尽量为大家解答 讲座正式开始 有请岑老师 就是 液经看香港的未来五年 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液经可以看未来 首先就是我们有个假设 自古以今 你可以不接受 那就不用听这个讲座 就是说 液经本身 我自己的研究一下 你们可以不拜 是外星人的东西 你们不相信外星人 那就有另一件事 所以它本来就是研究 这个宇宙的规律 同时我们的假设 这个宇宙的规律 跟我们的现实人生 跟我们的所有办事万物的变化 都有一个对应 如果你研究到 找到这个宇宙的规律 你就可以对应到 究竟香港未来五年 或者世界未来五年会是怎么样 这个是第一个假设 你知道 你如果在宇宙上 找到一些规律 找到一个证实 就很难的 因为外太空这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 其他星都去不了 只都去到火星 用探测 很难找的 你与其 如果有一个对应关系 你与其是 去外太空来探测 这些宇宙真理 不如说扯到最微小微小 最micro的东西 幸好以几十年来 物理学有很惊人的发展 所以你看《易经》 现在的问题 就是很多《易经》里面的理论 都已经在最微小的东西 就是粒子物理学 已经能够找到 很多很特殊的东西 所以我 遲些就会在香港电台的 一分钟阅读 就介绍一本书 就是 叫做科普书 书名叫做《科学与人民》 作者叫陈敏 敏捷的敏 他是麻山里工学院的 物理系终身的政教授 他就和发现这一粒子 得到诺佩尔奖是很有关系的 他已经指出了 亦经过《太极新两儿》 里面有一些叫做 我们以前读物理学的时候 我们是读理科畜生的 只是读到什么叫做 电子之外 有质子 有宗子 其实质子 宗子里面 现在这几十年来的 物理学发展 已经发展了一些叫做 夸子 夸张的夸子 没有了个言字 英文叫做 Q-U-A-C-K Q-U-A-C-K 就是好像鸭叫 海钩叫 还有一些更神奇的 叫做胶子 有没有听过 胶水的胶 叫做 G-U-A-C-U-A-N 你们在网上可以找到的 现在很奇怪 这些胶子 胶子 它里面 胶子是有六种 好像疫经有六凹 胶子都有六种 胶子都有六种 里面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疫经的道理 可以在那里找到 所以我们也说 但是我們講疫經 你看整個 有個假定 為什麼我們會看香港未來五年 我們看到未來五年 每五年 整個地球宇宙 氣場 因為我們說氣場 磁場跟我們的情緒掛勾 影響我們 氣場本身 64個 都是64個氣場 64個不同的 基本上講 我們要看到 究竟未來五年 處於怎樣的氣場 我們要怎麼應對 因為講宇宙 也經分兩步的 你講整個大宇宙 我們用一個卦 就叫做 就叫做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是講宇宙的 後天八卦 就比較講國務的東西 講現實間 所以我們講風水 就要講後天八卦 現在我們用先天八卦 來計算未來五年 就不是靠北卦 是計靠計數 北卦是另一回事 北卦是講共振 利用你細胞的預感和大自然的頻率 有一個共振 而得出結果 那是另一回事 但現在我們 講逆經 未來五年 我們就看先天八卦 你看這個先天八卦圖 你看這個特色 中間的太極圖 記住 不是 不是 stable 是在動的 是在動的 moving moving 而且它好像一個地球 太極圈 太極圈 其實是一個地球 是怎樣 由西向東 轉 逆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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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黑白不停地轉 你看到先天八卦的號碼 是1234 然後五字在上高 不是量著去的 12345 上去 678 所以你看到12345678 這個軌跡 是一個S型 我們說宇宙規律 宇宙規律 這個軌跡 在發展 所謂S型 我們今天的普通的說法 就叫做螺旋型 任何東西都是螺旋式前兆 包括現在我們的COVID-19 現在COVID-19是正在螺旋的 我們叫做膠著 它正在螺旋的 它會突然間 拼了一聲上去 螺旋的 它不是平線的 不是COVID-19是這樣 我們自己的人生都是這樣 你看看你自己的新人 都是螺旋地前進 這個是每宇宙的螺旋 你看到這個先天八卦 裡面有個什麼 裡面有個兩邊的對角 你不要看它螺旋 裡面的對角的數字 加起來都是9 即是它是圓形 它直徑是9 加起來9 我們說這個氣場 這個是不是先天八卦 我們就說 用這個先天八卦的特色 就是我們根據每個區域 每個地方 列出一個八卦符號 然後我們將它雙重 兩個 每個卦都是三滑牛 現在我們將它八個卦 變成六滑牛 變成八八六十四 六十四卦就是這樣來 所以你看這個 現在我們說 我們的外太空 你看到現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太陽系 那裡九大行星 你看到這個九大行星 是連成一條直線 OK 連成一條直線 我們俗語上說 叫做九星連環 九星連環呢 有一個特色 現在天文學上說 是每一百八十年 出現一次 所以我們中國人說 三圓九運 上圓中圓下圓 每圓就是六十年 三圓就是一百八十年 就是每一百八十年呢 會出現一個這樣的現象 下一次的九星連環呢 是2043年 我希望到時候 我還沒死 還可以跟大家 過一次九星連環 希望Space可以再找我 我們先約好 2043年 希望我再 還可以說話 那時候我2043年 我是98歲 應該可以 過到一百歲 應該可以 就可以說話 和你們說九星連環 這個就是2043年的事 九星連環呢 一百八十年一次呢 我們就說 去到那裡 但是呢 除了九星連環呢 你看到這個圖 太陽 我們說太陽 是九大恆星 是不是中間 那兩個星 是最大顆 最大顆的星呢 那個叫木星 旁邊那個呢 有個環那個叫土星 其他都是很小顆的 你看到的 我們知道呢 這個木星呢 就是我們整個太陽系的大哥大 他是大哥 他最大 質量最重 他統領了所有我們 所以我們呢 我們在地球上 在宇宙運動的一個木星 是影響我們最大的 我們在數上說 叫做瑞星 那這個呢 你要知道 就說呢 除了九星連環呢 天文學上做了一個現象 叫做什麼 叫做兩個壓帶和第二 而那個兩個星 就是土星和木星的連合 每二十年一次 我們以前說三元九運 我們不知道啊 現在天文學上 每二十年一次 就說我們說 你叫做什麼 我們說是一百八十年 那就是說 每元有六十年 每元有三個運 六十除三 就是二十年 一個小運 所以我們說 今年是八運 到2024年就是九運 就管我們二十年 每到2024年呢 就是 現在已經開始了 是土木星越來越 變成一線 所以我們說 未來五年 我們是很受這個 土星和木星的影響 不是九星那麼厲害 但是都是很大的波動 是整個模式 我們paradigm 我們那個範式是改變了的 我們一起會面對 一起去見證 那這個就是土木星 那現在我們看 這個圖 就是將那個 天先天八卦的次序 我們叫天摘火雷 風水三地 下面那個是天摘火雷 直陸那個做上卦 打橫那個做下卦 我們就結合了六十四卦 但是我們說 古人啊 這個韶康節 在宋朝的 韶康節 他已經是計算了 他是計算的 那我們計算呢 你看到呢 我這個是 這個計算 這個是不是可不可以有這個 有這個什麼 有這個 Laser pointer 這裏有沒有 有這個 有這個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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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個星的特色 你譬如說 我們的地球 圍繞太陽 一個round 是一年 三百六十五日 最前面那顆水星呢 是圍繞太陽 一個round 是八十八日 OK 不同了的 然後我們旁邊呢 水星後面那顆 金星呢 是環繞太陽 一個round 是二百二十五日 就是小過我們三百六十五日 都要很接近的了 所以我們說 如果要移民的話呢 是不可考慮移民金星 好過火星 不過金星呢 有個特別點 二氧化碳特別多 我們最怕現在是二氧化碳污染 所以我們說如果移民金星的話 就是在金星上高 建了一個叫天空之城 在金星的大氣塵那裡 找些縣浮谷 可以考慮一下 這是我們遲些說移民金星的計劃 然後啊 我們的火星呢 圍繞太陽的round 是double我們的 差不多要成兩年 然後我們的大佬 我們的木星呢 圍繞太陽一個round 大家知不知道多久 是11.86年 約數是12年 所以問題呢 到了土星呢 更厲害 圍繞太陽一個round是29年 但是我們以木星為主 所以 就木星呢 相對我們 我們叫地支呢 為什麼我們九龍六十甲子呢 因為十天剛和十二地支呢 的LCM就是60 十和十二啊 你找到最小公佈數就是60 所以如果我們要計數呢 六十四卦就不對數的 所以怎樣呢 要將六十四卦 拿走四個卦 啊 這樣就變成六十 拿走哪四個卦呢 最基本就好像我們人體裡面的十字 一個乾卦 一個坤卦 一個坎卦 一個離卦 這四個卦我們不計 剛剛呢 就適合六十個卦的計數 所以我拿走四個卦呢 你看到了 我們呢 前面那個天雜火雷 那四個樣子 我們叫做陽祖 屬陽的 風水三地那個就去到陰了 那現在我們說 凡真陽祖由下向上計 陰祖由上向下計 那現在我們說未來五年呢 你計算一下 你看到呢 陽祖就由伏掛開始一路上升 伏而樽翼一路上去到明兒掛 見不見到啊 我知道啊 在明兒掛 在那個 童人 最頂的童人 數到最下 見不見到啊 童人掛見不見到啊 最頂 明兒掛 好啊 我給 下一個 是 指向明兒掛 明兒掛 啊 Felish 指向明兒 見不見到啊 見不見到明兒掛 見不見到啊 明兒掛 明兒掛 就是 2020 OK 向上數 2021年呢 那個叫做 被掛 有些人讀崩 是讀錯的 崩 解勇士 被掛 就是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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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 啊 被掛 是2021 第一 2022年是記制 OK 好了 我們講未來五年 2023年就是家人 2024年就是封掛 2025年呢 記住 跟著那個尼掛 是踢走的 不要的 所以 2025年呢 就去到格掛 OK 2026年就去到同仁掛 見不見到啊 然後再下來 2027年就去到臨掛 所以 我們今天講未來五年 就講五個掛 就是 家人掛 封掛 隔掛 同仁掛 和臨掛 2023 至到2027 看到嗎 在這裡上數 數到前掛呢 就去到舊掛 下來 那裡就有上至下 那裡就慢慢數 總之我們就講二五個掛 今天呢就是講 家人風 隔 同仁 同迷 臨掛 OK 每個掛要配合他每年的 江支 所謂易經呢 如果再鑽研去研究完六十四掛呢 你要將那個掛呢 那個掛呢叫做立甲 立甲就是配天降 然後要配地支 叫做立甲 就是說 如果我們再鑽研 要推算的時候 這個掛 家人掛呢 是配哪個 天降配哪個地支 你知道天降和地支呢 有不同的 天降講太陽 地支就講月亮 地支就講月亮 大家知道 我們逆經的逆次呢 上高的日下低的物字 其實是月來的 逆經本來就是研究日月對我們的影響 但是記住 你那個地支呢 就重要過你那個天降 因為我們講月光距離我們近 太陽距離我們遠 而月光的磁場 那個力量呢 是對我們的影響是大過太陽 所以我們講 如果說我們研究八字呢 最重要是看兩樣東西 看什麼呢 看你的日處 日處代表你自己 看你的日覺 以及要看你的月支 這兩樣東西 是主理了你那個 新神八字的大局 是吧 所以我們的後任特首 好 講知 知不知 這個 是 說 夜新聞已經研究過 這個是公開的秘密 就說 1957年 10月7日 新歷 事實不知 不過現在一般推算他的官運呢 怎樣由副警務處長升到保安局升到 政務師升到特首 就應該一般推算呢 如果符合這個軌跡呢 他的時辰應該是新時出世 他現在沒有講的 已經是私隱 但是12月7日我都知道 但是那個月支是什麼 是丁友年 丁友年 熟雞的 所以我很清楚他的 為什麼 因為我也熟雞 知他有什麼特色 林鄭都是熟雞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一物相承的 不要想著有什麼 兩個都是雞 雞女雞仔 然後呢 他的月支是辛亥 辛亥 你研究李家超呢 你記住 他辛亥裡面的十神 裡面有一個叫做什麼 你自己回去找我 我這裡不講 我講易經 順便一提 他的特色 月支裡面的十神 有一個叫劫財 你回去自己找一下劫財有什麼特色 劫財 這個是偏印坐劫財 你看看這個就是整個李家超的格局出來了 你想研究他 偏印坐在劫財那裡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是 但是他整個八字呢 是金水很多的 但是你要講未來香港 未來五年 其實很多人要記住 你講香港嘛 不是講中國 不是講世界嘛 所以有件事一定要知道 有哪位同學要知道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什麼 只是知道 香港回歸的八字 1997年 7月1日指示 那個連署就是什麼 那個連署就是丁炒 牛連啊 丁炒啊 然後那個月份呢 是非常火麻 你叫做炳五 七月啊 是甲臣 智臣是甲子 香港回歸八字 香港回歸八字是丁炒五 甲臣甲子 你看這個格局 大家不要留意 香港回歸的八字 是有件事 五行呢 是欠了一件事 是五行欠金 欠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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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不是說 但是 火先旺財 你知道了 欠金呢 就意思是 金是跟管治有關的 為什麼香港現在回歸這麼久 都永遠找不到一個好特首 因為五行欠金 不關特首事 而是你射個回歸 本身是找不到一個李光耀的人才來管香港 你看那個回歸 五行欠金 你自己射回五行欠金 不然現在是題外玩 我們不說了 那你講 你講回我們的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我們要講的最大劑那個 叫做2026和2027 是啊 最大劑 丙五 丙是火 五是馬 丁味 丁是火 那味是羊 我們傳統上有個叫什麼 叫做赤馬紅羊劫 歷史上已經是 遇到這兩年都很大劑的 不過現在還未到 現在是2022 你看 四年後我們又再來見 赤馬紅羊劫 六十年前的赤馬紅羊劫 就是1966和1967 你們知道1967發生什麼事了 現在又來六十年後又來一個翻版 1966和1967 現在是2026和2027 這個 這個 你知道嗎 這個 丙五、丁味 幾時的作者叫楊剛 有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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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jus 五歲 很厲害 人生經驗很豐富 很多喜樂 他是光潔人 楊國寫 丙午丁味 幾時 但是宋朝人 南宋人 柴望 宋李宗的年代 已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丙丁归监 就说叫赤马红阳 接着每逢丙五丁 未知年 社稷就必有和环 那么他就引证 从公元前 255年开始 那个是秦超王的年代 是秦国灭西州 公元前250年 一直写到 晋朝五代时期的后晋 的丁美年 列举了所有 超过五成以上 都出事的 那就交给皇帝看 皇帝说 危言耸听妖言惑众 拉坐监 所以这个坐完监出来 就知道自己 天机 衰多口 所以 外国名不叫柴莫 叫做柴归田 就是从此隐居三十年 这个就是柴莫的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柴莫 我也学柴莫 应该收口不说这么多话 说话多就变成是和从口出 不说就最好 天机不可泄流 说这么多干什么呢 知道就算了 就是围内人说好了 现在这么多人听 网上多少人在这里听 你过来就变成是和从中被人捉背 所以这个就是柴莫 我们讲了 我们讲回 2023年的家人挂 2023年的家人挂 这个家人挂 大家不要看 哇 象征家庭 非常之好 大家记住 家人挂 不是一个好的话 很简单 在证之为 你们所认识的家庭 你说幸福的家庭多 只是不幸的家庭多 你们自己问 我患心自问 你们所认识的 我因托尼斯泰 俄国的大文豪 有个名言 他说 幸福的家庭 没什么好说的 大致都相似 百分比很少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所以他自己都不行 托尼斯泰 后来都要离家出走 顶不住我老婆 顶不住我老婆 什么也不是我老婆 红衣出场 是顶不住我老婆 日娥夜娥 你们要小心 你们做女士的 老婆最怕你在那里饿 日娥夜娥 最后离家出走 死在火车站上 在出走期间 这个就是托尼斯泰的下场 但是这个家人 华你们知道的 就说我们讲家庭 家人好 你们都知道 有个术语叫做什么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不用问大家 你们的家庭 个个都里面有 里面有一些不够的东西 在这里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还有你看到 不要想到个家人 卦是家人 家人卦构成 上高那个是信 卦是象征风 下低那个 尼卦是象征火 那些风 可以吹火 可以吹色一些火 也可以吹大火 所以家人 可大可小的 问题是家人 人家注重女人在家中的作用 所以我们讲2023年 你好像说 家庭不要讲外部 讲香港要搞定香港才讲 不要想着什么国际 家卦现在的问题 这些特首都被外国制裁 你说搞外国关系多余 要搞定香港 但是你知道 做个女士就很简单了 在家庭上女人是很难做的 在家庭上 又要你老爷奶奶 又要你老公 又要你儿子 都要做事 太辛苦了 男人都不用理 在外面赚钱就算了 但是女人又要你兼顾 尤其现在的女人 又要兼顾内 又要兼顾外 所以 尼为德尼卦 上面的风 会吹散那些风 那些德的 所以家人 本身 其实家庭本身 是很松转的 很容易散的 我们叫散家人 就是家庭呢 你要维系得好呢 是很费重心力的 你要一种营结力 但是它会吹散你 吹散你的所得 尼为德 所以家人 要处理好家内的事 要处理好 很难做得好 如果处理不好呢 你就会出现问题 唯一的问题 最重要就是 你说2023年的家人 最重要是注重家庭分子的适当分工 你说香港未来五年的第一年 2023年 现在个个都关注到我们 看不到 就是我们要看 我们的后任特首 李家超的班子 是不是 现在未知 太多传闻 为什么又说 哪个做政务师 又说邓品强 又说陈国基 又说郑若华 这个是 律政司 现在又跑了个临定国出来 全民满天飞 那我们要他 分工很重要 我们迟些会 和李家超 起国挂 大家就知道 那我们讲的 家人挂结构呢 就你看到 我们讲对应的 好像打麻将 三批三批 我们讲的 已经在刚才我说夸子 和胶子 和你 麻将都是 麻将是 三对三对三 三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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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什么 S牌 知不知道 你懂得打麻将 马玉龙你说 三只是什么来的 怎么打麻将会 二三四万 三四五万 我们叫做什么 你要给一个学术名称 叫做什么 你们懂得打麻将 不知道 你要明白 为什么三只三只 这个学术名称 叫做Trinity 三为一体 易经就是三为一体 太极下面分两二 是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 基督教 又是三为一体 老子说 度身一身 二二身三 三身万物 所以一个夸子 三个夸子 才变成一个七只 要强确 要三个结合 所以我们看到 家人挂 下底的一个夸子 初九 计三个 二三四 到四 四咬 六四是阴 阳和阴 是有呼应 我们说阴阳 阴阳会互聚 双剑合璧 一四二五 都有对应 唯独第三 是九三 第六 是上九 大家都是阳阳 所以易经 刚才我说 外星人 你不用看文字的 你就看个挂形 你都可以能够 作出个推算 就是说 不夸在哪里 不夸是三 和六 两个都是阳阳 2023 那又计数 一年十二个月 我们说 第一个月是十二月 冬至个月 够力是十一月 不是一月 不是一月 是十二月 所以我们说 初咬是十月一 二咬是 二三 三咬就是四五月 那就是说 我们的后任特首 在二零二三年 初初上任 没有OK的 没有问题的 什么时候会出了问题呢 就是二零二三年的四五月 我们先说 会有些问题 去到三 去到最后都不行 二零二六 二零二三的 后来 变成是十一月 十二月 不是 十月十一月 你看到 那个挂港 2023 怎样不行 形势呢 整个家人挂 对主方 又来 主挂是离挂 黑挂是信挂 就是离那个 谁是我们 谁是我们的主挂 我们香港 不是我们的特区政府 一国两制 是一国为主 香港一制为父 就是说呢 我们的主挂和黑挂的 阳素比是五比三 就是说到什么出来呢 就是说到 现在很多人都不明白 现在说爱国爱港 究竟你爱国爱港 爱国占百分之几 爱国占百分之几 没人说过 政府都没说过 现在告诉你 是爱国是百分之五 爱港是百分之三 明白吗 大家知道 是一百分之五 不是一百个八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八 每个人都说一百个八 五加三是八 是八分之五是爱国 八分之三是爱港 是爱国为主 爱港为父 明白吗 不是爱国爱港 是平起平坐 一国两制不是平起平坐 是中国为主 那是爱国为主 那是一百个八分之三 那是一百分之三 记住啊 告诉你 他们都不明白啊 现在很多人认为 是平起平坐 其实中国是佔百分比大一点的 好了 有利是只有一种可能性 不是必然性 现在问题就是说 究竟阿爷 是否能够恰当地处理这个中国和香港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挂持中呢 整个家人的关系只有吉 没有吉就只有精 最重要不是吉空的问题 最重要是你们懂不懂得效忠阿爷 而且这种效忠我们说的 这种效忠是女精 不是男精 就是说呢 女精 女啊 其实女是代表音 就是说呢 现在阿爷的方向 要做到香港人知道 不要只是所有立法语言 只是说 誓言 效忠 中华人民国座府 不要口中爱国 还要心中爱国 现在很多人口中爱国而已 心是另一回事 现在要做的一件事 除了要口中爱国 还要心中爱国 女精 说一件事 所以用女做形状 表示要冷静内心 细次处理的主要关系 去到一些hidden的东西 你知道 风火家人是属于记住 下下卦 2023 大家不要expect 明年 有什么惊喜 有什么得着 有句诗就说 这个家人卦 叫做一得先翻 镜中开 看着极好 就取不来 劝君忧把镜花 外 凡事不可 口安排 就是说 一句俗语讲 2023年 明年 说什么都不 叫做 好看不好吃 好看都好 不好吃 你知道 这个是我们明年 有个历史故事 朱国梁在五丈 燃病死 军中的时候 违命洋怡 领军回朝 洋怡 当时处决了 一个大将 叫做魏妍 魏妍 老早就被朱国梁批死 说这个人 老后有反骨 他会反叛的 所谓老后有反骨 你看看谁 暂时看不到一个板 叫做以后见塞 以后见塞 所以 朱国梁死了 这个洋怡 这个洋怡 就是 杀了这个 魏妍 现在就想着自己 我可以继承 朱国梁的位 我们讲历史故事 三国已经有记载 继承 朱国梁的位 他就找了一个 都位叫做 召正的 之目 就是得出 这个风火 家人挂 样意就 物言不悦 为什么 家人 不是代表你升职 你搞定自己 内部 就是升不到职 家人挂 现在问题 家人挂 是不是一个好的 所以他就说 问题就是 结果果然 这个刘禅 刘比的儿子 叫做柯斗 就不升 他精了 他的手下 叫做掌丸 那这个洋怡呢 就 庆国火炭 岂有此 你们不升 我 清我的下所 那他很生 那他很生 不要紧 你们记住 要学习了 他生气了 他还要说话 不要说话 有些话 他说话 岂有此 你升职院 我长院 早知你升职院 我就不如 我不投靠你 熟国流线 我投去曹操那边 大劲了 一听到 哦 你想要投到 做了什么 立刻拉去坐监 对吧 拉去坐监呢 怎么样的 克林文你说 还更加 还更加激气 所以下场是怎样的 叫颈死 家人挂 你签过家人挂 家人挂可以 那个 蛇的火消息 所以家人挂 大家要小心 为什么叫下下挂呢 你处理不好 是很像杨仪那样 吊颈死 好了 我们讲 四百多年前 法国的 声中大 叫做 Lostradamus 他就在 37 预计再到 公元37 97年的预言 很多都成真的 他们这些 这样的预言家 为什么会预言到 未来呢 并不是他们 色逆经 他们是应该 是升了 跌去到四位 我们现在在三位 你如果升了四位呢 你就看到很多 我现在都升了四位 不过我暂时看不到 他们就看到 如果你好像佛陀 释迦茅尼 释迦茅尼共认 释迦茅尼 是升到十位的 所以什么都看通了 说什么轮回 前世 全部释迦茅尼 但是四位 都有很多东西看的 所以Lostradamus 他们看到的景象 就是问题是 大致上看到的轮廓 有些真有些假 所以他的预言 都有八成真的 所以Lostradamus 已经说过 155年的朱世纪 说2023年 会有长达七个月的人 将死于罪恶 你不一定想的 我都说他看到轮廓而已 蒙蒙蒙蒙的而已 但是都不妨作为for reference 另一个预言 就说这个 巴巴 Ranger 1996年过世了 现在已经是26年 他是12岁一场风暴 突然眼睛瞎了 然后失足了个原因 说他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他已经早说了 2022年 人类会不得不习惯一种新病毒 如果说了就说了 现在你都习惯了 covid-19 刚才车来的司机说 现在大剂了 香港人已经习惯了什么 疫情缓和 习惯了不出街吃东西了 个个都习惯了叫外卖 所以经济很难复苏 个个都习惯了 已经不伤出街 个个都叫外卖 所以问题震兴不了 成了一个习惯了一种新病毒 现在我们习惯了covid-19 习惯戴口罩不戴不舒服 其实习惯了 所以你看到了 20 万婆港 2023年地球的轨道会改变 2025年 Let's see 说欧洲人口接近为零 我们不知道 他不是算出来的 2028年 就会飞往金星 没那么快 找新能源 2024年 我们接着说封卦 封卦 大家不要被那个卦名 骗到 雷火峰 因为我现在说封 就是封性石大 这个卦叫做 雷下咸雷 火就是闪电 2024年 就是说2024年呢 是闪雷闪电卦 家人卦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024年的闪雷闪电卦 还有这个封字呢 是豆之丰满 不是我们那些黄豆 黑豆 白豆 那些 那些豆 哦 豆 表示 是餐具 用来装肉的餐具 很多 但是大家记住 是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雷电交致 是闪雷闪电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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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了会执法很严厉 所以2024年 我们的后任特首可能发威 他是基督部队出身的嘛 会逮捕更多人 希望不要逮捕我啊 自欲自刑 上真下信 那我们现在的雷电齐法 是适于做情奸除恶 利用刑法的刑罪 其实我们本来应该 应该宽松一点的 但是看样子是不会更宽松 是会更加严厉地对付香港人 你知道2024年 但是不是好事 我们叫风于财者多分 风于欲者多乱 风云之不明 乱之妄动 所以风里面是有引机的 挂体是上下户大戈 你看到是234对345 上户是345牛 下户是234牛 上户是扎风大戈 大戈就是做得过分一点 风的嘛 偷风啊 所以我们 凡事过分都是不好的 我为何说呢 不是那几年 你这么多年都要自保 你们问题问 郑先生问 你可以写问题问 所以我们说那多年 早上 对于正义说 日中则则 月盈则则则 月太满就会日下 天地迎香雨时消息的问题 要说这事别做得太过分 过分是有危机的 太陽當地就會偏邪 月亮圓滿就會規決 天地萬物都要小心 日過中則分 月過中則決 過城必須過剛 必至2024年 記住有風就必有歉 風於公者傲傲則必亡 風於財者就車 車則必敗 所以這些事不要太過 too much是不好的 風於車呢 是要動之失蹤 所以我們說不好的 風怪不好 還有我們舉個 習話傳說 風就多固 固者就多事固 多固就很難自保 就是說 一言而閉之 2024年 是很多事做得過激作份 是會成為多事之秋 我們說的 還有 我們推背圖的第四十三象 現在很多人都在猜測 裡面說的叫做 叫做黑套走入青龍月 欲盡不盡就不可說 什麼叫做欲盡不盡不可說 叫做一言難盡 什麼叫做黑套呢 就是2023年的貴某年 某就熟套 貴就熟水 水就熟黑 所以2023年就是貴某年 什麼叫做青龍 什麼叫青龍 2024年就是貴神年 貴就是熟木 木就是青 神就是熟龍 所以黑套就是2023 青龍就是2024 這兩年呢 一言難盡 崔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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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你自己到時看 就是說很多事發生 2023至2024 黑套走入青龍月 那現在還有很多人拋頭的 我們摸了 驗證 裡面說 那個圖裡面一個大人一個小孩 現在還在爭拗 究竟那個大人和小孩 究竟是大陸和台灣 有人說不是大陸和台灣 是大陸和香港 那個小孩像香港 像台灣 還有很多騙證 還有一句說 軍非軍 神非神 就是說大陸和台灣的關係 又不是軍到軍神關係 又不是軍又不是神 跟香港都是 但是有句說話 此奸危 很多事發生 中克定 足之搞定 好在 中克定的蝦字會不會是李克強 現在很多傳聞說 習近平落李克強上 很快知道 10月 今年10月 現在6月 10月20大 會是怎樣的格局 我們要知道 這個就是黑套走入青龍月 好了 我們說 黑套走入青龍月 黑套季某 青龍就是甲神 會不會是甲神連體實現兩岸合一呢 總之你知道 一言難盡 欲盡不盡不可說 這個就是推幅圖說的 好了 2020 2004年至2023年 我們是近運 2004至2023 和2024年 近運屬土 土代表三 是房地產大環 但是到了2024年開始 到2043年 就是離運 是九運 是屬於離 是屬於火 火就代表了 不是房地產 是科技文化 文色旅遊 知覺效果影響 所以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現在你想追上潮流 未來的20年 從2024年開始 我們講九運 九運有很多事情說 我們今天不詳細說 我遲些在港台 找一次 廣東廣西的節目 找專家來講九運 九運20年究竟怎麼走 但是 有一個特色 就是離中去 火是向外發展 但需要的載體 這個載體就是木 所以木是科技 木型人 木是creative的 生長 文化教育 所以我們講 最近 最多新興的 產業興起 就是我們叫做 元宇宙 Metaverse 很快來的了 五指一來 就是元宇宙 將來不是拿著手機 每個人戴著眼鏡 畫著頭盔的了 過了2024年之後 全部叫做什麼 NFT是什麼 有誰知道 萬宇宙 知不知道 NFT是什麼 有誰同學知道 Lon Fundable Token 就是說 比特幣 近先進一步的貨幣系統 將來是沒有紙幣 而且是可以在網上去 去回我們原始年代 不需要金融那些貨幣 是密密交換 是的 浪昏的部份 就是說不用 不用交換 要密密交換 我網上 喂 我有這樣的咪 我就可以跟你交換一本書 不用拿錢出來的 大家交換 全部都有版權的 AR augmented reality 是一個擴張的實體的空間 令到你的空間更大 還有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VR virtual reality 這些東西全部 這幾年全部 韓國聲來的 將來space 沒有實體貨的 全部都虛擬的 一樣 全部 都是以科技文化 為發展 然後我們說到2025年的格格 摘火格 格制不是革命 很多人以為格是改革 都是改革 但是改革是要說什麼 是改皮革 你要處理皮革 又要用水浸 摘 下面是尼掛是火 又要用火燒 所以改革是很痛苦的 而且我們說 將瘦皮的毛 除了之後 你又要把原來的皮粥 有很大的改變 有很大的變革 你就變了 你集中有火 你變了很多工夫做的 火旺就是水 光 光字 這裡寫了一個簡體字 水大就是火色 所以我們說的格子 有很多鬥爭 又要問題 又要傷心 亦都要傷剋 還有格子 火山爆發 會引起社會變革 還有我們說的小說 你又要除去油癡 還有我們說的 曬光之後 又要用水棗浸軟 又要用火燒 又要用水浸 所以格子是很辛苦的 還有格子裡面說 格子是幾日乃夫 是很講時機的 你要選哪個時機 所以我們 那幾年的年輕人 明白了 不知道 口輕輕講什麼 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不知道是講時機的 不是說我要這樣就這樣了 他們不是想做就去做 要講時機的 時機不合呢 你要適當 他又不知道 被外國人搞香港 搞到他們自己 不斷衝 不斷衝 應該怎樣 應該是我們的特首 撤回道歉 就明金收兵 就什麼事都沒有 這個就是懂得 那個timing 你還搞下去 還在那裡打爛地鐵 還在那裡放氣油彈 還在那裡放氣油彈 那時候就馬上 這樣就成功了 你要知道 那幾天 那幾天 有什麼特色 大家有沒有看到 十個天罡 甲月秉丁 無幾根身 任貴 那這個十個天罡 那個幾 鄭新文你說 有什麼特色 排第六 排第六也很好 排第六也就是說 他已經過了中間 即是向下走 所以我們說的 幾天呢 是天命改革之日 要跟天命走 但是上午中 五下午計算 是過了中午 是偏西下邪之勢 所以2025年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其實已經是什麼 是穩藏著 已經有不好的少頭 會向下走 就是說 迎接近更加壞的 2026和2027日 叫做赤馬紅陽劫 就是2025年表面沒有 但是他已經是日 已經偏西下邪 那格華 是2026年 2027年更壞 過了幾天呢 就已經是 極盛轉衰的 這個說法 有如國勢由盛轉衰 然後呢 格 是水火相識 義女同居 其之不相 現在 就說兩個女人吵架 最容易吵架的女士 不是同齡 不知道你們這些女士是否不同意 是叫做中女和少女就喜歡吵架 長女和中女是不吵架的 長女和少女也不吵架的 但是中女和少女就罪而吵架 最多吵架 所以我們說 旗子不相得弱 幾天賴夫 格華 兩個女孩子 心願自仰不同 這個就是格華 我們再看 2026 剛才我們說赤馬紅陽劫 2026 就是什麼 就是炳五 火好旺的 同人掛 你表面堂是說 同人只是合作 同心協力 但是我們說 逆經的掛 最重要是說一些hidden的東西 要看逆經的掛 裡面暗藏什麼 你要把掛 把它變成錯掛 暗藏的危機是什麼 就是說你要把陽牛變陰牛 陰牛變陽牛 你看到這個同人掛 天火同人 上高如果變了陰牛 天就變了地 下面的火就變了水 所以說 如果你說這個同人掛 暗藏的危機 就是2026 就叫做地水師 老師的師 但是這個師不是叫做老師 是叫做打仗 軍師裡全形的師 就是一個打仗掛 所以你看到 同人掛傳統解釋 是與人和同與人相同 就是整天大家 現在整天 整天你看到 說歐洲很多會開的 歐盟不停開會 與人和同與人相同 但是為什麼開會 因為和烏戰爭 所以不停談 所以其實同人背後 是大公無私 但是同人掛裡面 是有個什麼 有個 有個 有個特色就是 是因為有徵伐的軍事理由 所以同人掛的爬恥 全部都講打仗 表面上是講合作 但是其實暗藏 同人掛的旁通的師掛 就是一個錯掛 上高那個是同人 下低那個就是師掛 陽變陰陰變陽 所以你看到 同人掛全掛的內容 專程都講作戰的 槓歌的 全部是同人掛 是古代沙場的 刀光劍影 就是說2026年 徐市會開戰 赤馬紅陽劫 就是在赤馬和紅陽之間 丙五和丁美之間 會有戰爭 這個同人掛不講戰爭 不講戰爭的策劃 是技術作戰 光劍的真實經過 裡面做什麼 全部都講 戰前的典禮 誓師 到伏擊戰 攻擊戰 突圍戰 就是打仗 看了說 同人 2026年 你要知道 這個掛本身 甚至是 最終是 告折 竹折 都是按字寫來 是 展揚 想像力 留下 空廢的空間 你看同行界自己慢慢地 好了 2027 就是臨掛 臨掛 臨掛就是什麼 你看到 上高是 地 地窄淋 下面是水 窄 就是什麼 S說 你說 有水災 那水災怎麼來 在地下 挽出來的水災 海嘯 海嘯 不是下雨 不是下大雨 下面 地震 搞到海 往上來 所以我們說 2027年的臨掛 就是大水承災 intermediate 好不行,我們那些都沒有好消息,2023,2024,2025,2026,2027,五年,未來五年都是不行 鄭新聞就問,如何是好,有計劃,這個掛代表是消息掛,代表12月陽族漸成長,由下向上逼陰 有一個進逼的意思,8月有災已經說8月不一定是8個月的,是8日8年,8的數字,等於耶穌說,不是7,是7個7,8、8、8、6、4都可以很久的,8月有災,無法打擊 地薩林的問題就是,到8月有空,可能要搞你8個月,可能要熬8年,我們不知道,八年都不奇怪的,遲些我們會說,為什麼會熬8年? 我們說,現在就說,到了我們的氣獄,我們就跟這個李家超起掛 跟李家超起掛呢,我們就說,不要用李家超的名字起 為什麼?因為李家超的名字呢,他自出世到現在都是說 你跟李家超的名字說,李做上掛,家超做下掛呢 你得出的結果,只是李家超的一身 現在我們說他做了特首的李家超,不是說他一身 所以說做特首的李家超呢,究竟做他特首之後,究竟香港會怎樣? 最佳的起掛方法,我們說已經是從數字來的 就從他那個得票率1416起 這個不能做馬的,為什麼不是1417不是1418 為什麼不是1415不是1416,這個是天意的sign來的 你就要怎樣?你就要怎樣? 就用伏基先天的八卦圖1416,14就做上掛,16就做下掛 那我們試試看,得出了什麼掛 那我們很簡單,14除8,那個余數就是他那個先天八卦位 正六,六位就是坑位,就是上高是水 然後我們這樣,16就下掛,16除8,除得上去到最尾的位就是坑位 就是沒有余數嘛,沒有余數就去到最尾的位就是地 所以我們說上水下地叫做水地比 李家超是得到一個比卦 比卦是什麼特色? 比卦是上坑下軍系,特色是六牛之中的五陰一陽 就是說這個是管理卦,一個陽牙管六五個陰牙 如果李家超是九五,就是一流 如果我們說管理學,說比卦就是一定要效法 用一個九五牙來管細五個陰牙,這個是比卦的管理哲學 比卦有親比和諧,你要有一個和諧親比的人際關係 是應用在管理,管理又屬要求團隊精神 所以李家超都覺醒到的,他最近說 寫文說有五個管治特色,一個形難以上 一個要憂患意識,一個要團隊精神,一個要風險管理 要關顧風險,李家超講的一個寫文章 在明報寫文說要四個,上要四個樣東西 要教團隊精神,那麼好了,我們說 比卦就不和乾卦,乾卦就是 見群龍無手骨,一定不需要各就各自動波,這個是乾卦 不是六個牛,這個整個狗,用狗我們叫做用狗,用狗就是見群龍無手骨 但是比卦就一定要有手,最怕是比之無手 要說到事,我們說了,現在引申組織管理要發揮親和力 這個就是比卦,領導員工群察群力,創造群聚效應 現在要看李家超做不做到這件事,統領18萬公務員,產生群聚效應 家人說一下,領導的智慧就是群體始終要對待群體力,做到更加有利發展 然後我們說,怎樣對待破壞團結人呢? 是物以類罪人,以群聚,比較是講群體的哲學 我們說李家超,一四一六起到一個比卦 然後呢,要親近,要比父,要輔助 比卦是五個陰牛,有一個羊牛,給他親近比父 有眾臣親近,輔助君王,這個就是比卦特色 同時比,有時比手的比,還有比,這個讀女字哪個比,都是比 表示是女性先組,要有女性的特色 還有對於上,對於字的遺紅性,我們憑,憑就是母性 比卦要母性的,要陰柔的 我們看到了,比有女性的義,所以兩個女性在一起 所以我們說,不知道,應該多些,那個班子有些女人 有沒有,好像現在不確定,葉劉啊,希望啊,我也希望啊 葉劉如果做政務師,就挺好的,是不是?不知道 我們要看,很快知道 比卦的親,親比是一種下對上的關係,一種平等的關係 眾人向強者靠攏親近,欣頌羊,羊小松大 下人討好上面的人呢,萬輩翠與長輩,全部都要聽話 說比卦嘛,所以比卦的對策要積極主動,好似人神輔助親近 要當仁不讓,注意自己立場,不要因為自己奉承上意 要背離自己,既要支持老闆 但是又不可以,沒有自己意見,背離自己 這個很難做啊,有意不背離自己 你又要問題是刺激,不要刺財傲民 好了,不屈就上司 不屈就於上司,就是大空 就是說你如果不聽話,就是大空 對嗎?他現在很聽話的 我們很聽話 好了,施者續也 施掛和施掛,最大差別是洋牛在2 比卦的洋牛在5 兩個不同 施掛的洋牛代表大人長官在下為身 但是比卦就要聽話 我們再有一樣東西,就是掛在水用地 所以,施掛為水險,現在危險為在下呢 就取其低地了 施掛在外,水地比,施掛在外面 是表示一種防禦的作用 但是我們說的,就說比卦 我們不說,我只是說一種最重要的東西 比卦有憂心 有些地方是躺於腹內 雜架轉向,比卦施掛 你如果做得好,就OK的 一定要聽話,不聽話就不行 但是我們說 這個是 李家超有一個問題,我要說的 就是,最不好的那個 就是比卦裡面的六三 遲些我們看看,比家超和六三有沒有掛勾 六三的搖詞叫做比之匪人 你找不到幫忙你的人 你找到那些 部下,全部都不是你的 對小的人 就是你的團隊不行 說團隊精神就不好的 所以,比是吉,但是不寧方來後扶空 就是有一些危機 我們比卦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比卦就是 要不要 要不要山山來詞 但是我這裡想說的就是比卦 李家超不是屬於九五咬 他是屬於上六咬 三十除六就是五 就是隨著沒有預數 預數,如一就是一咬 如二就是二咬 如三就是三咬 如沒有預數就是上咬 就是說李家超 如果他是九五就正 偏偏不知為什麼 他得到一四一六,得出個搖 是上六 上六 就是表示什麼 就是說他做這個特首 他就說不到事 不可以是沒有一個比伏的對象 因為我們說 親比沒有一個開始就是空 上六完全是不親比於九五 陰謠居於最外 真正說是九五 九五是誰 九五就是阿爺 所以你看到 陰成陽 陰牙在上高是不好的 我們要陽牙在上高才好 所以我們說 這個是已經是新陷演經的藍以置物 一句都說了 比之蒙守空下面那個是沒有掃出來 所以明白 他都不讓我說 天意 說不說好呢 我下面那句叫做什麼 是叫做 下面那句是有名無實 就是李家超的特首是有特首之名無特首之實 為什麼 不是我說的 你看看 李家超會務中聯辦 中聯辦的駱惠寧主任說 中聯辦會推動落實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 就是沒有實話 林鄭做特首的時候沒有說這句話 李家超做特首就說中央會落實 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權 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權 就是現在早班 是爺早班 不是李家超早班 他可能有個方案說找鄧比強做 然後他說不行 放在另一個 這個班子 哪個做副司長 哪個做司長 哪個做局長 都是中央演的 他是有名無實的 所以我們說 還有 我們要計 我們的經房 漢朝的逆經 就說 經房的逆經 是把六十四卦歸為八組 那你見到那個比卦是屬於哪組 屬於坤組 是個歸雲卦 什麼叫歸雲卦 為什麼屬於坤組 我們有機會教逆經 你要個問題 你要他做這個 他這個一定要有很多策略的 他有很多策略 要李家超 因為 我遲些在這個 Space 有個課要開 最好是李家超來上 叫做兵法 說什麼 都是講歸雲卦的 講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 孫子是歸雲卦專家 因為 這個不是說 聲不過五 色不過五 全部從五開始 還有我們那個兵法 那個課程 講鬼谷子 鬼谷子 又是逆經專家 第一篇叫擺合篇 就是講陰陽 裡面有說 李家超為什麼要來上 你的問題就是 你要揣窩上意 這個鬼谷子有什麼 有叫揣篇和窩篇 揣和窩篇 揣和窩是不同的 我又要揣 揣是怎樣 去回胡適的說法 揣是叫什麼 叫做大膽假設 摩是什麼 摩就是小心求證 所以它有揣篇 有摩篇 有非拳篇 什麼叫做非 非 就是令到你不停說話 拳就是要你失落 又要你說話 又要你失落 這叫做非拳 有一篇叫底氣篇 什麼叫氣 底氣就是問題 要找出你的死穴 所以你現在李家超做特首 你想我回家 你要找阿余爺的死穴 很難找的 人人都是死穴的 任何人都找死穴 所以我們那個課 你們可以報 就是那個是 7月4日開課 快到了 是啊 7月4日開課 所以二流立地支 怎樣立地支 我們有機會先教 總之整個李家超那個掛呢 就水地比 納的地支 它下面的內掛就是神五身 那個外掛呢 就是身宿子 見到嗎 撼掛上那就是紫宿身 那就是六五四 然後一二三就是內掛那個近掛 地比 鑲掛就是微幾毛 看到嗎 微幾毛 所以你看到 整番句話 就是微幾毛 神宿子 對回它那個文 哪個屬水哪個屬子 然後那個細掛的細應呢 就是李家超 那個京房掛呢 就對應回它的細掛是六三 剛才說過千萬不要是六三 偏偏它現在就算到它是六三 除了上六 是彼之無首 然後跟六三叫做彼之匪人 就是說它是找不到好的幫手 找不到好的幫手 你現在拿李家超的八字 開個紫微斗數盤 它不看而已 如果我教它看 其實它的子女功 也多很多靈性 夫妻功也多靈性 財伯功也多靈性 但是那邊那些叫做彼之匪 就全部災星 就是沒有幫手 它那個福德功呢 有陀螺 這個福祿功呢 就有瓊陽 又有這個什麼 全部都是地劫 就是說呢 最好呢 不做特首就安享萬年幾號 那邊的特首就做了 不要做啦 那些三殺位 其實很好的 它的命很好的 如果不要做特首就行了 退休算 多好啊 65歲退休 所以我們說的八字 它的八字 剛才我說金水多 那個特色就說很辛苦 勞苦啊 就是它五年特首 會有見證 你一定要看著它很快老 是啊 做得辛苦的 做得辛苦的 所以還有 我們將那個 比卦的上陸 變卦 我們要看一些變卦 將那個變卦的上陸 變成羊 羊 那個就變成什麼 封地觀 封地觀是表示什麼 觀卦就是象徵觀看 官養 顯示 但是這個官呢 問題就是官摩的急度 就是接近權貴 就是問題 你能夠接近權貴 多就越好 但是李家超就說 我們有個特色 他不及得陳國基 我們說 朝廷有人 就好做官 他上頭認識什麼人 一直都在香港的嘛 如果裏面上高 有朋友有照應 就好 所以問題就是 這個就是李家超的缺點 近尊為尚 遠之為良 好了 我們最後 講一些bad news給大家 2024年 是尼瓜 久運嘛 尼瓜就管我們20年 那你很簡單 你看到這個尼瓜 哪些不行 九三 九四 六五都是不行 日積之離 不估 否而歌 則大跌之傘 嘩 直接在這裏 好多嘆息 好多憂慮 九三 九四燒到狠狠聲 達如其來如 焚如 死如 奔 欺如 六五出堤旁藥 喊得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三 沒有謠慈好的 甚至 第上九都要打仗 有家撤手 獲匪其醜 比較好的初九 你錯言敬之無咎 總之 能夠 好好做人 就可以了 所以 尼瓜 是管二十年 你計 六個牛 那你二十除六 六三一十八 六三一十八 六四 六五 六四二十四 大概是每個牛 佔三年零四個月 那我和你計了 就怎樣呢 初九牛是2023至2027 的三月 六二就是2027至203 你現在一直和你算到去上九 就是2040至2043 未來的二十年 最不好的話呢 就是九三九四六五 就是2023年至2040年 大家都要 要捱 去到2030至2040 那這個離掛嘛 廣榮國 有數得計的 六牛除 二十除六 那你就說 未來十年 那怎麼做呢 剛才鄭新聞問 怎麼做呢 那現在 鄭新聞問 所以我現在不是 推廣一種 二活的 收回模式 就要應對這些 這樣的疫情 做人要 我說二活 三個二嘛 第一樣東西 對市要簡易 不要搞複雜 做人要越簡單越好 不要處理任何事物 千萬不要 要很多事情 一定要簡易 對自己 要容易 叫做 easy 就是要輕鬆 放鬆 要放下 Let go 對市要簡易 對人 對己要容易 對人呢 要平移 平移 你可把他譯做英文 就是nice 你對人要很nice 然後 e simple easy and nice 那你就可以應對 未來 十幾年的疫情 否則你就很慘 OK 好了 有什麼問題 好 多謝岑老師的方向 接下來就是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把字交給旁邊的專人 我們會有人來收集 網上就有朋友想問一問岑老師 因為其實都知道 可能接下來這幾年都會有比較多的困難 會遇上 如果他們真的有意想離開香港的話 應該是什麼時間會比較好 或者是去哪個國家好些呢 甚至乎什麼時候準備是會好些 會不會 岑老師都會有些解答 或者見解呢 我們講這個疫經這個掛呢 是針對全世界的 你去哪裏都不行的了 有個方法 現在我們在做這件事 我們講義活 有個方法 要升 就是離開這個陳世 上四位 但是還沒死 要升 升一升 你就如幻如夢如幻 金剛堅強 一切有違法 如夢還抱影 這個是 如路易如電 這個問題就是要明白 這樣就可以沒事 反正移民呢 解決不了問題 移民有移民的問題 全世界都一樣 你以歐洲 剛才說2025年 你去歐洲 零啊 人口 你還去歐洲 你要知道這個問題 就是不行的 所以問題最好是 這個叫做 以北變移民變債 就是 坐著自己的位置 其實就是最穩定的 不要移民 移民是很笨的 移民是很笨的 那些人 不要那麼驚惶才行 美國很行 美國不行 歐洲也不行 俄羅斯也不行 你去哪裡 全部都不行 香港其實就是 是坐著自己 始終自己都是 就是叫做 色途老馬 自己在香港 OK 有什麼問題 是 第二條問題就是 有觀眾就想問 在未來的五年 香港的投資市場 有哪些是會比較有利的呢 因為剛剛岑老師也有提及過 科技嘛 講了 防地產跌的 你要全部向科技 開發新科技 我現在一個朋友 立刻說 就是最近搞這個科技遊戲網 已經做了網子 這些店的 那些我們全部那些 那些元宇宙的東西 你要認識多些元宇宙 遲些個個都戴頭盔的了 做人的了 很快的 兩三年後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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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環保 都是要講這件事的 到於是科技 走科技 電影 你都要在網上拍的電影 你不是小型拍的 沒有電影院的了 全部都戴頭盔的 戴頭盔的 戴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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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講的是3.9 有元宇宙的talk 在這裡 知道 還有什麼問題 都在這裡宣傳一下 其實我們待會3.9的時候 Cornu Space 都會有關於元宇宙的talk 如果大家對於NFT 元宇宙 神護師剛剛提及到的 大家想先規一些先機的話 都可以待會過來參加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近年來香港的氣候環境 都有很大的改變 例如很多時候 有些比較冷的天氣都會打風 或者很多時候 我們覺得熱的月份 都會有一些寒冷的天氣 其實在疫情裡面 有沒有說到 在這幾年裡面 我們香港的氣候變化 是會有很大的改變呢 為什麼要說香港氣候變化 全球的氣候變化都不行呢 氣候地球很少 全球都是走下波的 地球暖化 根本我們講的是 這個叫 釋迦馬尼索 叫末法年代 只是說 日子是越來越差 除非有一個新的改變 你去到2043 就有一個大的洗牌 2043 現在你又是等 現在2022 要20年後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要有一個準備 就說 變成你要什麼 變成一個末法年代 你本身就要 其實我們叫做 收自己 不要跟外景 外景是很慘的 你要學習苦中作樂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 Inner Engineering 不是 Alter 是Inner 裡面裡面都很多東西的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身體 都很多東西了解的 全部 心肝脾肺腎 全部 其實都要研究的 你會知道 你自己本身 不是健身 而是說你升 你都要你的身體配合 是吧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說 就是說 你們知道 這個新道 Saguru說的一件事 你們可以播 You are not the body You are not the mind 你在你的身體 躲在那裡 但是 那個body 不是你 你的mind 都不是你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真我 然後你就這個真我 可以把它脫離你的驅殼 那你就 Fear as the wind 所以你不緊張的 你那些吃喝玩樂 全部是你的body 搞出來的 為什麼你要睡覺 為什麼你吃東西 不是你要睡覺 你吃東西 是你的body要睡覺 你的body要吃東西 你的body要去廁所 那就說 你的body不關我的事 就搞定 你的body要健全 但是你要分清楚 你不是yourbody 好嗎 好 那因為時間問題 我們就問完最後一個問題 就結束這個問題環節了 想問一下 岑老師 如果有觀眾 他想了解更多一些 《易經》和《推背圖》 你會推薦他看什麼書籍呢 這個《易經》書就太多了 古往今來這麼多 我自己都還沒出 有本勉強 這個中文大學 敏建淑教授的《易經》 《易經》解釋 比較原備的 大家可以看的 因為裡面有 它不會特別 但是它全面 什麼都提到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錯卦 那些卦 就是這個 明朝的《來之德》 是說的 但是 敏教授那本書 就沒有講《經防》 沒有講《經防》的 的《覆卦》 的《易經》 沒有講到那些 但是大致上 《六十四卦》 他都有長度的指標 可以看他《易經》解釋 可以 要自己慢慢浸 如果你喜歡《易經》的話 而且要遇了十年、二十年 我也五十年 現在還是知道皮毛 沒有了 好 多謝岑老師 相信今天岑老師的講解 都令到大家獲益良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重溫我們今天的節目的話 也可以隨時去我們 Coin Your Space的YouTube Channel 收睇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的話 就可以快點進行這個行動 就不會錯過我們接下來的 精彩講座和其他資訊 講座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 Fly 裏脫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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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